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帶來S10的第二部攻略 這個陣容是我目前認為唯一S10最強的陣容 也就是95大陣 那95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等級速9以後去找5費當C位 因為這個版本的5費都非常的厲害 如果你要玩95的話 要怎麼營運到9 那我後面會再出一部攻略 這一部影片的話是帶你了解 95的陣容構築 還有他們的原理 那我們要玩95要先了解這四張卡片 最重要最重要的四張卡 分別是三張最強的C位 希格斯 索娜跟約瑞克 還有版本最強的坦克 蒂羅奇 那索娜的話算是最複雜的一張卡片 因為他有三個技能可以選 那隨著版本的理解 或者是一些Patch的Nerf Buff 你會選擇哪個顏色索娜就會有所不同 那分別是左邊綠色索娜 是給整隊補血跟盾 那中間的話是攻速的索娜 會給隊友攻速 然後並且會有附魔的效果 隊友的普攻會附帶魔法攻擊 右邊的話是會給整隊AP 那大絕的話會對敵人造成 AOE的魔法傷害 那至於索娜怎麼選呢 一開始在PB的時候 左邊綠色的索娜是最強的 他給的盾量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盾的持續時間很長 但有一個致命的Nerf出PB的時候 他的盾量持續時間變2秒鐘 那這2秒鐘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你全隊會在 索娜的魔力很長嘛 所以你可能會在10秒鐘後才會放大 等於全隊無敵2秒鐘 但你這個盾量會溢出 他給的盾很厚 但2秒就消失了 所以對面打一打打一打 可能盾只打了1 3 但你的盾就整個消失了 所以效益就非常非常的低 基本上左邊的綠色索娜是完全不考慮的 那中間的藍色索娜跟右邊的紅色索娜怎麼選呢 右邊的紅色索娜的問題就是 他給AP的效果只有 你的副C炸彈人吃得到 那第二個問題是 你很容易會異傷 單點會處理不掉 如果你是用紅色索娜的話 他開大的話 會對5個敵人造成魔法傷害 很好清到對面的小怪 但你面對3費3的賭陣 譬如說爵士好運姐 又或者是三星沙密阿 三星沃爾加特 那這個時候你的紅色索娜 因為他是打一個大範圍的AOE 所以他單體不會到太痛 所以你會處理不掉 甚至你連打死個阿卡莉 面對阿卡莉的殘局 你紅色索娜炸一下也是炸不死的 紅色索娜比較致命的問題就在這邊 他的被動是給AP 整隊只有炸彈人會很有效益而已 其他的角色來說效益很低 那最新被開發出來的藍色索娜 非常非常的厲害 也就是 如果你不想理解那麼多的話 懶人包就是選中間 無腦選中間 就不會錯 那第二個是 他開大的時候不只給攻速 然後你的友軍的普攻都會附帶魔法傷害 也就是附魔 附帶魔法傷害的話就比較不會有異傷的問題 你清小怪清很快 你隊友普攻一下 對面的觸手就死掉了 那你後面你的隊友所有的普攻都會擊火 某一隻 對面的死依偎 譬如說阿卡莉 那這個時候他的傷害效益就會來得比 紅色索娜好很多 這也就是藍色索娜現在會比紅色好的原因 那第二個更好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跟約瑞克是有聯動的 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約瑞克這張卡片 約瑞克這張卡片的話 開大的時候會召喚10個小鬼 那10個小鬼 每隻小鬼可以普攻3次 這3次普攻的話是吃得到索娜的附魔的 所以你等於約瑞克開一次大 你可以打30下普攻 30下普攻再配索娜的附魔會非常非常的痛 然後他羈絆又很好 衝撞者 如果你開出來的話可以自帶吸血 守護者帶盾 那瑟雷希 在目前的版本又很強 因為大家都很怕阿卡莉 C位通常都會站中間 那你瑟雷希就會很好勾到中間的人 而且 你灑武射的話如果有天選 你放一個魔鬥凱撒 也是很容易開得出灑武射 又拿到更多的羈絆了 約瑞克加索娜是 目前被開發出來一套 我覺得強度非常高的95陣容 後面會介紹 那下一張要理解的卡片就是希格斯 希格斯的話 他也就是95現在這麼強的原因 因為他的傷害是可以無限疊加的 他開大的話會丟一個炸彈 然後分裂出5個小型炸彈 這5個小型炸彈打到殘局 可以炸同一個單位他不會浪費掉 那你每方一次大絕 小型炸彈就會加2 所以你第一次大絕 可能是5個炒小炸彈 第二次是7個 然後第三次是9個 這樣慢慢疊慢慢疊慢慢疊 所以你就算打到4費3 疊到加10賽 大概11個炸彈15個炸彈 就是可以把4費3給處理掉 如果那個4費3沒有辦法過你95的前排的話 所以你要理解希格斯放招的頻率 是比給他AP重要的 你希格斯去拿攻速裝 會比拿法強裝好 你拿法暴啊大天使啊 這類的裝備效益非常非常的低 死貓法暴大天使 應該說你拿法暴死貓大天使 他第一個招會比拿攻速流 或者是啟動流的痛 但是希格斯的招 第1下就是不會太痛 這張卡片設計就是讓他去疊傷害的 所以他前面不會太痛 但如果你是用啟動流的話 你的95前排會非常非常的強 那你拖到時間 然後索納不停的給攻速 那希格斯就可以打所有的殘局 所以這就是你希格斯要理解對的點 不用出任何的AP裝 只要出回魔裝 攻速裝 啟動裝會比較重要 好那第三個坦克一羅奇的話 坦克一羅奇最常被遇到的 就是你的觸手怎麼擺位 那目前我覺得觸手有兩種擺位方式 一種就是打對面是沒有阿卡莉的 或者是沒有音浪刺客的 你不需要去防會有刺客刺你的角落的 那你一羅奇的觸手就可以擺在第一排 擺在這兩個位置 那你所有的坦克就可以擺第二排 這樣的擺位的好處就是 你確保你兩隻觸手在第一時間死掉 一羅奇的大招是可以復活觸手的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讓對面的C位 把所有的輸出都浪費在你的觸手身上 讓你的一羅奇可以復活三四到四次觸手 那你的團戰就會很好贏 如果對面是從前排打後排的那種陣容 觸手就一律推薦擺在第一排 那你的坦克都稍微往後擺一排 讓對面的C位先擊火你的觸手 一羅奇往前再把這兩隻觸手復活出來 第二種擺位就是防阿卡莉 現在阿卡莉死哥也是一個很熱門的陣容 那這個時候你的觸手可以擺在 第三排的最左邊 跟第二排的最右邊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假設對面的阿卡莉是從右邊開始跳 那第一下會跳你的左邊這個觸手 中間的C位不會受到傷害 那第二下有可能跳巴德 也可能跳這隻觸手 那如果跳巴德的話 這兩隻會受到一點點傷害 但不會馬上死掉 那他如果切完這個巴德 一羅奇把這個觸手復活回來 他又會跳回去 那跳回去以後 接下來就是他會一直跟這兩隻觸手玩 而且他在這個路徑上的話 你後面多一排的C位是不會受到傷害的 好 那介紹完這四張我覺得95關鍵的卡 那接下來就是本篇的陣容介紹 也就是本篇的重點 那95的話 最核心最核心的 我覺得認為是這四張卡片 一個是開二爵士 那最強的坦克一羅奇一定要有 可以疊無限輸出的炸彈人一定要有 目前二爵士給的東西太好了 因為他給的是 趴數傷害跟趴數生命 那你5費2的 基本血量就會很高 再加上你是9等 所以你大概率可以開出7到8個級版 可以讓你的整體很坦 然後讓希格斯跟索娜 去做連動 去疊你的傷害 甚至是用禁 禁也是需要時間去疊他的小提琴的 這四隻就是整個95的核心 那分別有五種95的辯證 第一種的話就是索娜加希格斯C 那出手的話我都會先擺前兩牌 預設你不打阿卡莉 那陣容的構組大概就是 長這個樣子 用古拉格斯 艾克跟索娜開三把石 那古拉格斯跟伊洛奇有達到鬥史 你用艾克的話你也可以放一個 隨意的光之哨兵去拿雙防 那一樣爵士一定得開 那你剩下9等的這個位置 放基亞娜也是蠻好的 基亞娜這隻角色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怪獸那個賽季的烏爾加特 可以幫你打散裝 或者是你可以想成 先靈賽季的理型 做一個挺好的控制 可以把空裝的人推到後排 那後期基亞娜的對位的話 你盡量去對別人的坦克位 或者是你對到基亞娜的話 你的主坦要去散基亞娜 假設別人的坦克位是站在第一排 那基亞娜可以站在這個位置 去偷對面主坦的裝 譬如說對面的伊洛奇是站在這裡 那你的基亞娜可以稍微站在這邊 伊洛奇去打觸手的時候 基亞娜開大去偷他的裝 你的整體陣容會變得更坦 如果你的基亞娜有二星啊 或者是你有多餘的裝備 可以給基亞娜 那他即殺掉對面有帶裝備的人 可以拿到散裝 所以你整個陣容會越打越強 這張卡 如果你在很前面的階段拿到的話 上限是很高的 那當然你抽下去的時候 這個位置不見得要是基亞娜 這邊只有八人口而已 那你第九人口 如果你抽到伊洛克二星 你也可以放伊洛克 那如果有抽到基亞娜 那我是推薦是放基亞娜的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希格斯跟索娜要站一起 希格斯有一個超流行 開大的時候可以幫索娜加攻速跟回魔 就是不無小補 多餘的輸出裝可能給露西恩 多餘的坦裝可能給艾克或布里茲 其實都可以 索娜這邊一樣是推薦用藍色索娜 那第二套的話是約瑞科索娜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連動 約瑞科召喚小鬼 然後索娜幫全隊的普攻附魔 那跟約瑞科是有一個很好的連動的 那這套的話就是不放法師 圍繞著約瑞科去放基板 然後我們要開五折又是鬥士的話 所以就可以放個賽特 然後瑟雷希剛剛有提到 因為現在整個拉比 總會有人在玩阿卡利的 所以對面的C位通常都會站在中間 那你瑟雷希放在中間就很好勾到 對面的C位 那你的後排 有裝備的話要優先給索娜 讓索娜快速的啟動幫約瑞科附魔 那你整隊就會很痛 那約瑞科你可以把想像成上一賽季的建模 去build的裝備 給他一些鬥士裝 或者是GA 而且他每兩次開大會召喚出一個大型的實施鬼 就是有給你的整堆再增加坦度 那有多餘的坦裝的話可以給瑟雷希 那多餘的工裝可以給陸型人或者是希格斯 看你是多餘AD裝或者是AP裝 那第三套的話是比較便宜一點點的 也是約瑞科索娜 那就看你的過度哪一邊比較方便 如果你的約瑞科是天選的話 那他是沙武蛇天選 那你好運氣的位置可以換成任意一個沙武蛇 開一個三沙武蛇 這個位置是可以換的 你前期用沙武蛇過度的話 你的納爾啊 你的摩托凱撒甚至可以不用換掉 你就直接幫約瑞科開出三沙武蛇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不開鬥士 或者是你是鬥士一若其天選 那你上摩托凱撒的話 你可以放個艾克 開一個光之哨兵 拿一點防禦 這一套的話就是 其實也是約瑞科索娜 只是有兩種 那這兩種都可以 就是看你抽到什麼天選 那下一套的話是用進 進的話最大的問題是 他需要你的板凳進空 也就是你在轉95的過程中 你的希格斯對子你也賣不掉 你的索娜對子你也賣不掉 甚至你的布里茲對子啊 一若其對子啊 這些你都是賣不掉的 那你那些賣不掉的話 你的進就不會有傷害 所以你要玩到進的話 通常是你已經完全大成了 營運的錢非常非常的夠 你的關鍵的五費卡都二了 那你可能剩古拉克斯沒二啊 那你那個對子可有可無 那你的板凳可以全部給進 然後玩進的另外一個重點是 他必須要有一個啟動裝 可以給金進或者是給藍buff 任意一個都可以 如果你沒有任何啟動裝的話 他會普攻三下才召喚一個小提琴 那這樣的輸出效率就非常非常的慢 那你給金進或者是藍buff的話 他就可以做到兩下普攻一個小提琴 這樣的話輸出的效益才夠 缺點就是他還是單點攻擊 那有可能這個缺點 你打一些賭陣啊 三費三之類的會變成優勢 就是你可以激活掉對面血量高的人 那相對於前面的希格斯索娜 或者是索娜約瑞科啊 那禁就是比較弱一點點的版本 但你可能上到久沒那麼多錢 你出了天選禁 你可能要拿的話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去build 就不要陸西人要好運姐 開一個大明星 那最後一個版本的話是陸西人C的版本 那一樣他跟禁都是沒有前面約瑞科啊 跟炸彈人C強的 那就是你抽下去的時候有出天選 那你可以往這個方向去build 陣容的話其實跟索娜希格斯差不多 那這套還有另外一個會走到這邊的理由 就是你前面使用AD裝過度 你會可能合了無盡而語啊 還有正義 那你可以給陸西人 那這邊的話你就不用基亞納了 你可以用珊納去開多一個基板 讓你的爵士可以整隊加更多的血量跟ADAP 那以上就是目前我玩下來 久等的話我會去build的版面 走哪一套的話通常是根據你會有哪一支主秀 你有索娜或希格斯的主秀 或者是你有build一堆啟動裝的話 可以推薦走這一套 那如果你抽下去有約瑞克天選的話 你前面又是有鬥士打工 譬如說你用天選納爾打工 那你可以走約瑞克 那如果你抽下去想要抽索娜希格斯 但抽不到 那有一個天選禁 那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先用著 那就不要露西人用好暈解 那版面前排其實每一套都長得差不多 就約瑞克的話你可以考慮 為約瑞克去開一些基板 那露西人的話也是 如果你前期是用AD打工的話 那你也可以後面 把裝給朵娜或希格斯 那物理裝就給露西人 以上就是這個賽季 這個賽季第一版本最強的陣容 95的介紹 最後再補充啦 剛才那邊 把可以用的C位都講出來了 那如果你抽到凱影天選的話 我自己不太會拿 吉亞娜天選我自己也不太會拿 這兩隻天選 目前來說 有點難幫你鎖住血 通常會拿的天選 左邊這四個都是大獎 那如果你的血量很危急的話 你可以用陸仙跟鏡稍微救一下 這兩隻強度比較弱一點 但還可以 那凱影跟吉亞娜我自己是不太喜歡用的 然後 車子